請支持香港台2024 Keep Rolling 各位,今天11月22日,歡迎收聽香港台一節新聞,我王俊賢 先聽香港消息 香港自2019年後,港府不斷收緊對香港人自由,再推動融入大灣區 廣東發布數字灣區三連行動方案,推動粵港澳居民統一身份認證 有香港議員更期望香港回鄉政升格為中國身份證 廣東省政府辦公廳印發數字灣區建設三連行動方案,將推動粵港澳政務服務一體化 涉及用戶通、系統通、數據通、證照通、業務通目標 推動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電子簽名護營、香港企業和居民跨境通辦 協調政府部門推動港澳來往中國通行證等,全程電子化辦理 民建聯對方案表示非常歡迎,認為有助推動大灣區發展 做到人流、物流和資金流互通,並與不同中國部門和平台對接 方便香港人在大灣區工作、生活、營商和上學 立法會議員葛佩凡希望將來可以做到一證通關 促請政府盡快與中國部門商議、制定協助機制和落實時間表 又相信可以透過自方便APP和中國對接做到一網通辦 另一個議員陳勇說 《統一身份認證等措施不等於香港會失去獨特地位或優勢》 認為新方案有餘多了一部手機和一個電話號碼 香港人日後多了一個身份,有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國國家主持習近平強調 一國兩制是永久國策,必須長遠堅持 香港將繼續與國際溝通,亦會繼續用港元 另外,在立法會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 多個議員認同,下年內要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 負責官員,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會確保23條立法建議切實可行和有足夠前瞻成 據提及當局正檢視哪一類行為在香港國安法或現行法例中未有涵蓋 亦會參考其他司法管理區做法 制定有效和務實條文 而應對風險包括外部勢力干預和間諜活動 鄧炳強說 預計到時在公眾諮詢和立法過程中 有人試圖誤滅特區政府借23條立法去打壓人權和自由 當局會做好準備全力應戰 他重新在維護國家安全同時 市民會繼續依法享有基本法保障和自由 他說政府會針對透過惡意或虛假信息抹黑立法工作的言論 主動而且迅速作澄清 並且與新聞界多溝通 也都會向國際社會作清楚解說 鄧炳強強調 立法所針對的是實實在在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與奉光守法的市民一般生活並沒有關係 另外行會召集人、新聞黨葉劉淑儀說 其中一大影響香港復甦原因 源於外國傳媒、抹黑及社會存在誤解 他認同有外媒對香港的看法、負面也難以改他的偏見 認為就算有困難或對方的態度尖銳仍需要多加接觸 華爾旺政府新聞處副處長總是有外籍人士出任 經常與外媒沒有酒杯底、建立友誼、收封解說 就算工作資料敏感的保安局也有外籍人士出任 一流淑儀引述外媒說 如今被以往難以和高官用英文進行訪問 他遠轉地說 可能各位官員太忙 建議高官應該做多些外媒工作 他另外提到自己近期支持同樂運動會 目的是向國際社會說香港是屬於包容共融社會 而並不是傳言當中所說支持同樂會是因為女兒是雞 他說女兒不是雞,就算她是雞 自己都不會覺得很慚愧或尷尬 葉劉說包容性小眾甚至能玩留人才 因為不少專業人才都是性小眾 以及提升香港國際形象吸引外資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有關粵港澳大灣區 和東盟合作發展的論壇上致詞說 香港在一國兩者之下擁有獨特優勢 李家超提到粵港兩地推出跨境通辦政務服務 特區政府計劃在下年首季在廣州時 推出香港跨境通辦自助服務機 並且逐步涵蓋粵港澳大灣區9個中國城市 他說服務是雙方共同努力建造數碼大灣區的成果 容許企業和市民在兩地網上辦理兩地政務服務 涵蓋稅項、獎者、企業登記等服務 中國恆大主席許家仁兩座在香港的山頂豪宅 據報被債權人入市接管 根據網媒《香港01》引述消息報道 涉及的大宅是暴力敬10號C屋和E屋 是許家印前妻丁蓉回近年佈住的物業 試食超過15億 另外由許家印買入的暴力敬10號B屋 已經在去年11月被債務代理人接管 看英國消息 英國打工仔有好消息 在將侯正偉宣布 下年4月開始全國最低工資由時薪10.42磅加到11.44磅 預計大約300萬打工仔受惠 今年加幅接近一成,是歷來最大加幅 National Living Wage自2016推出 為23歲以上打工仔設定最低時薪 財政部說全國最低工資時薪將會上調到11.44磅 4月生後,換言之下過財年領取全國最低工資的打工仔 年薪將會增加1800磅 另外政府將這個最低工資門檻 擴闊到21歲打工仔 它的時薪由現時10.18磅增加到11.44磅加幅12.4 而18歲到20歲的打工仔 最低時薪將會加1.11磅到8.6磅 轉一下 南韓總統韻石月國時訪問英國 和國王澤利斯三世設國宴款待 澤利斯讚揚南韓文化充滿非凡刺激想像的能力 有特別點名讚揚真身出席國宴的女子組合Blackpink 早在11月初國會開幕大典 國王澤利斯三世首份King's Speech 預告南韓對英國國時訪問 他聚集到倫敦南韓人聚居的New Modern 和南韓居民見面 相隔兩個星期 南韓總統韻石月國時訪問英國 今次國宴主題涉及文化交流 查利斯在開場白更用韓文歡迎韓石月和第一夫人 也點名提到Blackpink和BTS 不過他承認自己不夠Gundam style 韓石月支持時說 他自小和朋友都是Beatles、Queen和Alton John的忠實勇等 王室和政界十分重視 總統緣出席今次國宴 查利斯和王后卡米拉 埃爾斯親王威廉王子和王妃凱特 安尼公主也有出席 受信三位城也是座上客 重返前線政治一個星期的外相卡米輪 坐在安尼公主附近 在野公黨黨魁司機營 自由民主黨黨魁Sir Ed Davey都有獲邀 在外交和經濟議題上 查利斯在致辭時提到 南韓在民主、人權和自由有策略性角色 但警告這些價值正面對挑戰 國宴前 韓石月和第一夫人獲最高規格接待 Horse Guards Parade歡迎儀式 兩人載坐馬車通過The Mall 巡遊超過一千個軍人參與 在Green Park也有名響禮炮 西米城今天會和韓石月會談 並且會簽署唐寧佳同意書 指在加強兩國貿易和支持世界穩定 兩國也將會在高技術和綠色能源商業合作 北韓問題上 預計兩國有計劃加強執行對北韓制裁 防止北韓非法武器計劃 軍事上 皇家海軍和南韓海軍聯合進落 西米城說環球合作夥伴關係對英國長遠前景和安全非常重要 又說現時兩國互相投資總額已經相當於210億英鎊 反應關係密切 四個青年在北韓爾斯露營 星期日開始失蹤 警方星期二下就證實四人乘坐的Ford Fiesta交通失事 被發現時已經部分浸在水中 在車上發現四人屍體 形容是一場悲劇 四個死者年齡介乎16至18歲 受信心未成在今天的國際PMQ上 又向死者加仁致哀 轉一下 OpenAI董事會上週五罷免行政總裁Sam Ottman 在大股東微軟 投資者和員工團駐抗熱後集體施壓 董事會最終改組 並重新任命Sam Ottman擔任行政總裁的職 前總裁布羅克曼也有回歸 Sam Ottman聚職泛民說期待重返OpenAI 並且與微軟建立強大伙伴關係 他以下消息 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國際滑船下 達成臨時停火協議 將會釋放部分人質 由份參與滑船的卡塔爾話 雙方有機會延長停火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說 以色列內閣已經批准與哈馬斯達成一項協議 哈馬斯將會釋放大約50個人質 而換取停戰四人 哈馬斯發表聲明 確認停戰四人 補充同意 由加沙釋放大約50個婦女和小朋友人質 換取以色列釋放關押的150個 巴勒斯坦婦女和小朋友 總理諾達布尼亞胡說 接受協議是一個艱難但正確的決定 但強調以方仍然處於戰爭當中 將會繼續戰鬥直至實現所有目標 包括消滅哈馬斯 帶回所有人質 各部加沙再沒有威脅以色列的勢力 加達爾話雙方同意加沙停火四日 並有望延長協議 停火開始時間會在未來24小時內宣佈 金磚國家也在這個關鍵時間 舉行針對爾巴問題召開的特別市場峰會 中國國家主持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布京都有出席 習近平說 金磚國家就爾巴問題發出正義之聲和平之聲 非常及時也非常必要 布京說 中東危機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外交政策失敗的結果 他強調為解救人質必須在加沙實施人道主義優戰 金磚國家會在解決以下戰爭問題上發揮關鍵作用 南非日前促請國際刑事法庭通緝以色列總理諾達尼阿湖 以色列及後接回鑽南非大使回應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會上批評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平民進行集體懲罰在戰爭罪行 又說故意阻礙向加沙居民提供藥物、燃料、食物和水 無異於種族滅絕 但哈馬斯協持人質同樣違反國際法也應該受到懲罰 金磚國家本身只有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 但上次會議後邀請多國加入 今次封會上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埃及都有出席 香港台一則新聞報道人 香港台一則新聞報道人 有請到園ホット 小歌 好 這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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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